新北市三峽區一號 再新增兩例本土登革熱確診個案 依據兩人活動時及疫情現況 機關署演判感染列為五寮兼三損源 列為五寮里群聚新增個案 因應本期群聚疫情 新北市政府一號動員九個行政區 共120位清潔隊員 進入五寮社區及損源 進行環境大清理 同時請衛生局擴大疫調 包括病媒文調查 接觸者採檢 資深源清除及化學防治 並加塑膠袋包覆阻止很輕面 避免積水成為資深源 有一些天然積水 例如說阻止得很輕面 這些都要給它做一些包袱 因為那些積水都會長出 相關的這個蚊子出來 做環境的大清理的部分 國內累計41例登革熱本土病例 其中以新北市22例最高 桃園市19例 新北市政府針對高風險損源 設立13個管制點限制人員進出 並安排員警每日巡邏 民眾上傳管制區域 將處6萬至30萬元罰款 衛生局目前已匡列501位 有相關接觸史民眾 其中採檢488人 20人陽性 320人陰性 141人檢驗中 7人帶二採 社區監測將持續至10月30日 原始新聞 胡順保安綠陽 新北三峽採訪報導